网罗天下趣事 搜尋万种风情 修杰敏儿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线 各位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早晨 又来到我们星期六唱到九点 又到了我和敏儿和大家主持 这个精彩生活起跑线的时间 敏儿早晨 热歌早晨 心机旁边的听众早晨 敏儿今天是周六 礼牌不用上班 大家都要考虑娱乐节目 说起娱乐这件事 想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好啊 娱乐我最喜欢 我想每个都市人 都希望星期五的时候最兴奋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 周末的情绪还没过 就不太想上班 一种病叫什么 星期一终合症 星期一上班特别没心思 没错也不会 不是啊 想放假的时候 星期一就会 哎呀好像很没心思 星期三星期四开始有些 哎呀好像有些 holiday mood 即是周末的 mood 到星期五就很兴奋了 星期六 即是今天就应该去玩了 喂你这样数下去呢 我听你这样说 星期一就没了精神了 星期三星期四开始兴奋了 即是你只有礼拜二做事 是 是是 开玩笑而已 其实我们认真工作 尽情地娱乐 这个是我们人生态度 那说起娱乐 现在我考虑你了 人类娱乐最早的始发点是什么 照计呢 娱乐我相信除了动物 我常常觉得动物很惨 除了狗 狗会自己娱乐 都会 猫会 鸡仔都会 我常常见到牛 一天到黑走 吃草 我就觉得好像很可怜 但是人呢 当然我觉得 有人以来应该 他们都会自己去找些东西娱乐 对不对呢 据这个人类学家的研究和分析 我们人类娱乐的第一种方式 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都叫娱乐 你不要小看讲故事 你想想一下 在这个万方年代 我们人类叫什么 饮血如霧的年代 还是用羞皮和树脂 来当衣服的年代 没有电 没有任何娱乐方式 我看这个电视剧 古装电视剧 或者是这些什么 什么荣树头底下 很多人听 那些讲故事 讲故事 是不是这样 那时候的人 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要出去打猎 男人出去打猎 女人要上山 採摘那些果实 那才能够填饱大家的肚 才不饿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晚上 烏灯黑方没有工作 当然那时候 可能已经有了火 大家围着那堆火 做什么呢 就讲一下我今天所遇到的事情 嗯 譬如说见了老虎 接着我打死了他 接着我被狮子追到酒监舞头 等等这些 慢慢就形成了 大家围着一起讲故事了 是不是 那其实是聊天了 那我刚刚遇见了一个吹水佬 嗯 说得特别好听 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 讲故事的人 是 就好像类似我 和你今天做的这个节目 那慢慢就 由讲故事就演变出 这个文艺作品了 嗯 那文艺作品有很多 比如说有首先是诗歌啦 嗯 那人类开始这个物质生活慢慢丰富 就开始产生了精神娱乐上的需求 是 那开始有诗歌啦 是 我们中国古代诗经 嗯 是几千年前 就是现在按我们的中国考古史 诗歌 诗经这家东西 是几千年前已经出现的了 嗯 那当然发展下来就是 唐诗啦 宋词啦 散文啦 这些我们熟悉的东西 嗯 那在人类这个漫长的发展上当中 其实这娱乐方式是 是随着我们的 生活质素的变化 是 而改变的 嗯 最初讲故事啦 后来开始写诗啦 有了小说啦 接着神话故事就来了 嗯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什么 西游记呀 是 什么风神榜呀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 做那些东西 就是像我女儿所说的 Boring 好闷 那我们刚刚说了嘛 人类是 除了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 令到你的娱乐生活 就是你的精神文明 不一样啦 不一样啦 所以你女儿现在玩些东西 和你当年玩的东西 你玩的东西 和你爸爸妈妈 已经不同啦 父母阿婆 都不同啦 是 所以这个娱乐呢 是除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 肯定变化啦 是 那个文化你了 你董事以来 嗯 你的娱乐 哇 其实都多了 说一听下 扭计息啦 这些算不算啦 算当然算啦 是哦 扭计息呀 或者跳绳都算娱乐啦 嗯 我当年都说 我曾经提过我 偷偷地去买这个蝴蝶网 去学校捉蝴蝶啦 都算啦 是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那个年代起码 是 我认为我每天 最盼望的娱乐 嗯 看电影 嗯 那也是 我不知道当年你在香港生活 因为你年轻过我很多啦 我当年七零年代生活在大陆的时候 是 我们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生活来的 嗯 那时候第一大陆没什么电影 嗯 一个制片厂拍 大家都听说过的几部电影呢 就放了整个五六年 十年八年 是 第二呢 外国电影是进不到大陆的 嗯 除非这个北朝鲜的电影 但是你那些电影是不是 都是去戏院看的 咦 这个就是娱乐 形式呢 就是你和我之间的文化差别 是 你看电影呢 你只知道去戏院有看电影 是吧 是啊 我小时候是不去戏院看电影的 在哪里看啊 中国大陆那时候呢 我们的爹地妈咪呢 他们全部都是一个 这个 国家某个机构 或者某个国营公司的员工 是 那时候呢 这些人全部都住在一起 嗯 不会像香港人那样 你喜欢去这处租屋 喜欢去那处买屋 反正一间公司的同事呢 不会住在一起 嗯 那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些 所谓的 呃 所谓的公司也好 这个有些部门也好 譬如说我妈是 在医院做医生 是 那我们整个医院的医生 护士啊 等等这些人呢 是住在一个大院里面 那你是不是就是宿舍咯 宿舍 有些类似台湾人 今天说的那些什么 卷村那样 嗯 总之整个单位 整个公司的人呢 是住在一起的 就是在香港我会觉得 你讲完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香港就像警察宿舍 嗯 那有些似的 公务员 香港公务员才会有一种什么的 是的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所住的地方呢 不是说好像香港那些 警察宿舍一栋一栋 我们还有一个大院 是 大院呢 通常是有几个篮球场啦 甚至有些有足球场啦 嗯 看电影就是这些地方 是 是 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妈妈的医院呢 是有自己的电影放影的小组 是 他们有自己的放影机 那就去电影公司就拿些 租都没有客 是 免费拿回来的电影 那你不用钱看 不用 那挺好的 大家吃完饭 担凳仔 真是担凳仔 一人担凳仔就坐在那个篮球场那里 是 然后就放电影看了 篮球场看的电影 不会太光吗 晚上嘛 我晚上 晚上晚上在一个篮球架上挂电影的熒幕 接着后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欢银幕 我们以前看电影是四方银幕 是 后来就是长方的 16比9 记得比9 我们当时是欢银幕 是 所以我童年的生活看电影是一种奢侈 天天就看 咦 什么时候放电影 我想我小时候 我读中学之前 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次数 加上不可能不到20次 嗯 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极小的 一种娱乐行为 是吗 那其实我呢 就是看电视的 那不如休息一会 回来到我讲看电视吧 好 古老的建筑 时尚的风格 Hotel Constance 为你带来北美经典精致的生活感受 Hotel Constance 坐落于南加州 精英回聚的 Pasadena市中心 66号公路上 是每年一度世界著名的 玫瑰花车游行必经之地 酒店最新装修已经完成 可为各方奔客提供 161间 时尚精致舒适的豪华客房 标准间 豪华间 总统套房一应俱全 中餐厅 西餐厅 名厨主理 菜式精美 游泳池 健身房 会议厅 以及酒吧 应有尽有 商里公干 悠闲度假 Hotel Constance 必然是你的首选 查询电话 626-898-7900 或上网至HotelConstance.com浏览 網羅天下趣事 首尘万种风情 修杰敏儿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线 好了 回到精彩生活起跑线 敏儿上一节我说我小时候看电影 是 不是去戏院看的 是在一个篮球场 就可以放电影的了 那么像我们现在的汽车 驾进去这个电影院的 但美国都没有了 我来美国都没见到 我都看过 总之那时候 我们的娱乐生活 电影是很主要的 但是放电影 都是要视乎你居住的地方 放电影小组 有没有机会跟你放电影 我看这个在篮球场放电影 一直看到 我记得是1989年 我有问题 因为刚才我说 驾车去电影院 我们会在一个收音机 教个频道去听这个电影 没有的 我们是大喇叭的 有多大的喇叭 我想整个雪柜这么大 蓝球场都应该挺大 你要放到很大声才听到 那时候你没有想着 什么还回立体声 你想到没想到 你听到已经不错了 我们看电影 我曾经试过 一部很受敷衍的电影 或者更加多人看 是 在一个足球场的中间 将放电影的银幕放在那里 是 那两边都可以看 那就是 反过来 动作是反过来的 两边看的不同 因为多人可以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娱乐生活的模式 是 直到1989年 我还看过一次 89年 1989年 我还看过一场在蓝球场放的电影 这么厉害 那其实我小时候 就是 不是看电影的 看电视多了 因为电影都是要去戏院的话 要付钱 那我爹地 近时带我们去 但是也不多的 就是爹地不带你 就没得去的嘛 你小朋友 是啊是啊 但是我记得呢 如果要去戏院看呢 就会买份报纸 那全部报纸 你不是的 是啊 你都不用去戏院看 你一蓝球场去 怎么买报纸 一路看电影一路见报纸 不是 你要知道看什么戏 哪一套戏 在哪一个戏院播 哦 还有在什么钟数 我明白了明白了 是吧 在什么时间点播 那所以呢 通常就要先去买报纸 那跟着呢 就会在报纸里圈 你自己想看的电影 究竟他呢 在哪一个电影 哪一个戏院有得放 嗯 还有播影的时间 那你就会做很多功课 那才去这个戏院的 那他就没有建议怎么办 嗯 慢慢下一场 哦 还有戏院门口呢 我记得会有很多那些 零食的手推车 嗯 有些阿伯在那里买的 嗯 那就会卖那些 骂骂骂骂骂的零食 魷鱼 烧魷鱼 就是用炭烤那一只 飞机腩 很香的 就是我自己不是很好吃 那些什么咸咸濕濕的东西 但是 魷鱼都ok的 都ok 那通常我爸爸就会 买些零食啊 加这个的汽水这样进去 那很开心的 就是看电影都很开心 那但是 不是常常有得看的嘛 那但是在家里呢 就会看电视了 嗯 那电视呢 很早期应该是黑白电视 是 但是到我 真是懂性 依稀记得 有看过黑白电视 嗯 或者预期长片一定黑白 但是 我记得我看的是彩色电视 就是你做电视儿童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始看了一些电视了 是啊 是啊 我家里有三部电视 不过呢 就是我爸爸不让我看电视 就是唯有读好书 怪兽家长 那个家长就这样的了 那年代 鎖住一部电视 是 鎖住一部电视 那要特意整个柜子 不是 他的电视前面有一个 那些叫什么 拉开的 嗯 那他不知道怎样呢 就找个锁锁住 好了 那时候你看电视 就有一种很主要的娱乐方式 是 是 那令你印象最深的电视节目是什么 呃 真是不要搞笑 当时虽然说 TVB 就是的剧比较 是 热播 热播 但是我家里看的 看《黎的》多 《黎的》多 《黎的》那时候 其实都有很多好的电视节目 那我记得 印象深的呢 《大地恩情》 嗯 还有《天残变》 《天龙缺》 是啊 就是 后来大一点 喜欢看一些 比较浪漫青春剧 那多数也是例的 《黎的》 《张国瓶亚》 《中保罗》啊 那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为什么知道 有《天龙缺天残变》这些东西呢 我记得你说过 是 爬过去隔离屋看 不是 我们那时候呢 在广州 我生活在广州 有一样叫《鱼骨天线》 是 这个就是我们 讲回我们人类娱乐 这个话题 是 人类的娱乐呢 是一种精神需求 你是禁制不了 人去追求那种更好 更 这个 吸引人的娱乐方式 是 我刚刚说了 当时我在蓝球场放电影 因为看电影呢 毕竟 你的环境没那么好 并且那些电影的时间很短 最多不是一个半钟拍光 是吧 那时候80年代 中国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的电影 已经开始有点浪浪看了 是 但是我会突然发现一件事 如果天线可以令我们收到香港电视 而香港电视呢 有武俠连续剧 是 《天龙缺》 《天残变》 还有什么等等 《小李飞刀》这些 是 哇 当时看完觉得 这个过瘾 第一 一至五 每天都不同的剧情 你也好 有得看 我躲起来看的 有得看得很辛苦的 第一 黑白电视 第二 信号不好 雪花电视 是的 所以我们叫做 雪花台 是的 香港电视雪花台 我们当时就经常这么说 所以 从这个香港当年的《黎的》 或者是TVB 他们所制作的很多电视剧 应该跟大陆当时的文化娱乐的质素相比 是的 是明显高出一段 是的 所以当时我生活在大陆当时 我记得 这个禁这个《鱼骨天线》 禁止大家收香港的电视 禁完 那些人又来 禁完又来 是 这个就是我们对更加好的娱乐的追求 是禁制不住的 那我想当年的香港 我想现在 就是有这么一年多的 包括我在内 我想会记得的就是 最记得就是《欢乐今少》 《欢乐今少》 《欢乐今少》 即是一个叫什么 那个生命力是不够《欢乐今少》那么长的 嗯 但是说回来 因为当年有《欢乐今少》的年代 大家对娱乐的选择 没有那么丰富 嗯 没有现在那么丰富 是的 所以很多这些娱乐节目 可以长城不须就是这个原因 是 那么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说 看电视的 香港电视的娱乐节目 更加吸引到我们了 嗯 但是慢慢呢 电影其实都在追上来 是 记得我们香港有很多港产片 嗯 港产片曾经最盛的时候 也是相当吸引 这个香港和大陆的观众的 当然了 甚至整个港产片 拿来大陆放的时候 是讲粤语的 很多这个讲国语大陆人 看不明白 那贵不贵啊 就是要去戏院看贵不贵啊 我小时候 我记得 就是我读小学 中学的时候 去戏院看戏 比较好的戏院 嗯 是两毫子 一张票 什么概念 两毫子 一元是十毫子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我知道 但是就是 两毫子多不多的意思 都挺贵的 当时叫做 就是从娱乐的开支来说 那会不会像我这样 买了汽水啊 鱿鱿一场 便有 我们那时候80年代 那时候那个 那个大陆对改革开放 那种 物质生活 刚好 那吃零食 和娱乐活动一样 都不是经常有的东西 嗯 并且你记得 那时候我已经生活在 所谓的改革开放地区的广州 已经都算是特区的旁边 是 所以 我们讲回 看电影的这个娱乐模式 也都有很大变化 嗯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 讲一下看电影 由在篮球场看 发展到最后 怎样可以看电影呢 好的 稍后见 古老的建筑 时尚的风格 Hotel Constance 为你带来 北美经典精致的生活感受 Hotel Constance 坐落于南加州 精英回聚的 Pasadena市中心66号公路上 是每年一度世界著名的 玫瑰花车游行必经之地 酒店最新装修已经完成 可为各方奔客提供 161间时尚精致舒适的豪华客房 标准间 豪华间 总统套房一应俱全 中餐厅 西餐厅 名厨主理 菜式精美 游泳池 健身房 会议厅 以及酒吧应有尽有 商与公干 悠闲度假 Hotel Constance 必然是你的首选 查询电话 626-898-7900 或上网至HotelConstance.com 瀏覽 網羅天下趣事 首尘万种风情 修杰敏儿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线 再一次回到来 我们是精彩生活起跑线 我们上次说 电视的出现 无疑是冲击了电影院的生意 是的 因为大家在家里 可以看到很多 跟电影差不多的作品 其实电视台 都经常播放电影 所以令到很多电影院 在电视出现的情况下 迫着要改变 所以我后来 我都记得 我慢慢去电影院看电影 和我小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 已经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说座位已经不同了 以前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 好像一张硬板椅 坐在那里 新闻慢慢开始 又转座了 有些比较舒适的座位 在后来还搞事 电影院 就由一个可以装200人的电影院 就变成一个装20人的电影院 就是规模缩小花 我记得我离开香港 来美国的时候 就刚刚开始流行 这些小型的电影院 嗯 那我就觉得 这么小小 坐这么少人 但是进去 就觉得很舒服 嗯 就是像你说的 那些椅子 全部都很舒服 很软的 就是坐起来很舒服 之后呢 还有包装 是 大陆很多电影院 曾经少有包装 是 当然是一个 相当私密的环境 不会受人干扰 是 但是这些包装 就慢慢变成了情侣 谈情说恶的地方 看电影变成一种借口 所以我们从这个电影院的座位 可以看到 你随着这个物质生活不断变化 很多我们娱乐的模式 都会发生变化 但是 就是话实话 在香港我走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是很豪华的电影 但是来到美国洛杉矶 电影院基本上是比较大 还有比较落后一点点 我还记得是不用华为的 当时 你有没有在洛杉矶 你来的时候 戏院已经没有了 涂汰了 就是说华人 华人戏院 我现在说的都是华人戏院 当然外国的戏院 就比较先进 主流的戏院 主流的戏院 AMC那些 就是比较美 但是当时 去到九十年代 当时有华人戏院的 有 有几间的 那不华位的 只要进去 就随便坐 就是任坐 所以要霸位的 我记得 曾经我看一部电影 周星驰的审死官 我坐到不知前面第三行 因为霸不到位 太多人 是全院满座 我是很少要 脚头是摁到 摁到 摁到几乎是直的看 看完之后 脚头也有点不舒服 那时还很有趣 我们买一张票是看几套电影 是啊 那晚会放两套电影 所以一播完这个审死官之后 大家向后冲 看看有没有位置 即是要换电影听的 不用 就是那个 他不停地在这 可能是播不同的电影 但当然有人可能看了一套就走了 所以你有机会换位 那我记得真的 好像在那里抢位 那其实如果是 多人看电影的情况下 你不画位 其实就没那么好的 是啊 但现在很多电影 我记得都不画位 先到先得 是啊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 曾经这个电影票房都OK 因为满了 那后来慢慢 可能娱乐又多了 看电视 在家里看的频道也多了 什么Cable 那些 看很多台 现在还可以上网看一点 是啊 所以我想 在这里的电影院 就是说华人 都慢慢真的没有了 你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洛杉矶是有电影院这回事 我也都不知道 你说的那种 就是驾驶部车 进个停车场 可以看电影 跟着在车里面有个三分机 教心机 可以跟那个电影的音响 去对接 是 但是现在的电影院 更厉害 讲主流 主流的电影院 其实一向主流电影院 我都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 看电影的人 越来越少 去这个 戏院的人 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可以 在家里 在网上又看到 或者租一些电影的会员 不用了 现在正在网上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越来越少人去戏院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近年 戏院也是改这个模式 最近看新闻 有一些戏院 是结合了这个豪华的椅 美食 甚至乎有酒 给你一起 是啊 看电影喝酒 好啊 一路看电影 一路吃东西 喝酒 甚至乎 他那个椅子 是可以向后 退后 就是养我 这样看的了 那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这些更加舒适的座椅 有了这个 电动按摩呢 应该可能都会有 是吗 一路看电影 一路按摩 放松一下自己的疲劳 肌肉 绝对是 这个建议好啊 不如和电影院建议一下 不是 其实现在都有的了 我相信他想得到的事情 都会做 那我想现在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亦都是吸引到 特别很多年轻人 都会去 为什么呢 像你说的 舒适 第一 和这个 男女朋友去 情侣 情侣去 亦都是一个 探情的好地方 啊 粉影院里面 灯光昏暗 又可以喝酒 又可以喝酒 说不定可以点一下 自己喜欢吃的小食 是啊 像你当年那样做个炸鱼鱼吃 接着做杯红酒 烤鱿鱼不是炸鱼鱼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电影院的模式 已经是和我们以前更加不一样 去到另一个 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因為再不改的時候 我相信就沒有人去 其實說來說去 都是我們的物質生活改變了 令到我們對娛樂的追求也都改變了 如果電影院沒有一些 令我們感覺到和以往不同的 令我們更加舒服的 令到我們必須去的理由 我想電影院慢慢都會消亡 四直字與時並進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娛樂方式 我們剛剛說了 在電腦可以看電影 有些是要花一點點錢的 有些是免費的 包括很多電視電影劇 有些娛樂的綜藝節目 基本上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區別是要錢還是不要錢的 就算不用錢其實很簡單 很多譬如YouTube 或者是很多你網上看的 它不用錢給你看 但它怎麼賺錢 它就放廣告 現在廣告是逼你看的 有些可能5秒就可以跳過 但有些是15秒你要看完 甚至乎有些30秒你要看完 其實這些給你看的Provider 基本上就是在廣告商那裡賺錢 但它可以免費給觀眾看 所以電影院我想起做一件事 我想近十幾年 我沒有進去電影院 懂解呢 因為電影院為了吸引觀眾 作了很多很多改動 我剛剛說了 你剛剛說了一件事 電影院的音響的改變 我用恐怖兩個字的形容 不是啊 環迴立體聲 那怎麼會恐怖呢 可能我的耳幕不是那麼健全 特別看一些描述戰爭的電影 哇 震到你 整個人一邊看 你偶爾只會跳一下 被嚇到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就是要聽 有這種的音效 他才會去看 我曾經試過 為了被這種 令我的耳膜接受不到的聲音 在電影院周圍回圍 換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一樣的效果 那我就明白了 什麼叫做環迴立體聲 切身感受到 雖然這些改變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樣 我就接受不到 人家這些最值錢的東西 你又接受不到 如果有個按摩椅 我會比較好 那跟你耳朵是兩回事 你接受不到是耳朵 大個耳塞又去按摩 那你不如不要去這個戲院看 除了看電影看電視 其實現在年輕人 他們的娛樂方式是甚麼 稍後告訴你 好 有情節 稍後見 古老的建築 時尚的風格 Hotel Constance 為你帶來 北美經典精緻的生活感受 Hotel Constance 坐落於南加州 精英匯聚的 Pasadena市中心 66號公路上 是每年一度世界著名的 玫瑰花車遊行 必經之地 酒店最新裝修已經完成 可為各方奔客提供 161間時尚精緻舒適的 豪華客房 標準間 豪華間 總統套房一應俱全 中餐廳 西餐廳 名廚主理 菜式精美 游泳池 健身房 會議廳 以及酒吧 應有盡有 雙女公幹 休閒度假 Hotel Constance 必然是你的首選 查詢電話 626-898-7900 或上網至 HotelConstance.com 瀏覽 網羅天下趣事 首尋萬種風情 修結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好 廣告之後 我們又回到節目 繼續談談娛樂的話題 是 敏儀 我們剛才說看電影 看電視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嗯 有沒有想過自己做演員的那時候 有沒有發過這些夢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又不會 我又不是美女 不會發這樣的明星 不用不欠虛 不會發這樣的明星夢 也都不會 走去追星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 因為喜歡看電影 喜歡看電視 嗯 引發自己的明星夢 但是現在現代生活的變化 其實令到很多人 用另一種方式 可以自身參與到娛樂活動 例如呢 電動遊戲 哦 哦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之前 其實我們有個節目 講過關於電子遊戲這家東西 我們小時候玩的 什麼手掌那麼大的 那些遊戲機等等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電子遊戲 有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你在當中 扮演某個角色 嗯 是啊 因為我女兒 也有玩這些所謂 Role Play 的遊戲 那裡面呢 是他們 就是角色扮演 是啊 現在年輕人 我發覺他們喜歡玩的 這個所謂的手遊 即是手機上的遊戲 或者等等一些電話之類的東西 都有個很大的特點 無論是現代的 還是根據古代傳說 或者古典文藝小說裡面 所設計的遊戲 你都是會 是的 扮演某個角色 這個其實是另一種娛樂方式 是 中國大陸有一個曾經有一個很出名的手機遊戲 是 叫做什麼 王者榮耀 嗯 我聽過 你知不知道它到什麼程度 什麼程度呢 它最高那個所謂的 我們有一個行話叫做日活 每日的活躍量 是 五千萬人 哇 很多啊 有什麼這麼好玩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玩過 是 它同時最高紀錄 同時在線玩的人 同時 我們不是說日 說到同一刻 同時在線玩的人 去到五百萬之多 我不知道這個王者榮耀 但是我女兒和她的同學每天約定幾多點 一天兩個時間 好像四點和七點 那就是大家一起上線去打怪獸的 那叫unison league 亦都是角色扮演去打怪獸的 會不會扮怪獸的 不會 那當然不會扮怪獸 一起打怪獸而已 一起打怪獸 但是 通常你就是很煩 喂 一到時間 那他們就會拿起手機就在那裡打的了 那就是變成很習慣 你煩而已 他很開心的 很習慣 那吃飯的嘛 那我當然是叫他不要打 這個就是現在這種娛樂方式 為我們現代生活所帶來的新的困擾 你知道中國大陸對那個王者榮耀是怎樣的嗎 政府要發文 開始限制大家去玩這個遊戲 怎麼限制 我不知道 我大概印象就記得 比如說什麼人不想玩 比如說學校中學生要在上課時間 什麼時間要限制玩 類似這些 其實我覺得打遊戲機中毒這家東西 真的很危險 那時候不是說過Candy Crush Candy Crush 這個遊戲 令到全球瘋狂 那甚至乎在香港有小巴士機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都會打 都玩 你說多危險 因為現在的所謂的這些娛樂方式 有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不分地域 不分人種 都可以在同一個遊戲領域裡面 扮演各自的角色 那甚至有些還有一些賭博成分在裡面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以前看電影、看電視、看書 這種娛樂方式 跟現在社會的差距 拉得很大 是啊 不過我女兒已經沒有玩剛才的遊戲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遊戲 除了她逼你去看廣告 即她在廣告箱裡拿這個收入之外 其實在很多遊戲 她會叫你要買東西 嗯 你有沒有見過 我不玩這些 但我聽說過 譬如說 遊戲裡面有很多 你要過關 要達到某種目的 是啊 你需要不同的武器 是啊 那我女兒 就因為她不會 就是 用錢來賣那些武器 或者工具 所以她說 她永遠都拿不到一些好的工具 那也都打不到一隻怪獸 那開始玩到自己覺得不好玩了 嗯 那所以她就已經沒有玩 那主要是因為她不捨得用錢 所以現代這種娛樂方式 我對比一下當年我們的生活 即對那個人的成長 和人格的這個索造 其實我覺得 真的有很大的區別 因為以前我們看的電影 電視的 裡面 通常我們會分成 反派人物 正派人物 是 正派人物所作所為 往往就是我們今後這個 在社會裡為人處事的 或者準則來的 雖然 即是不同的角色 譬如講義氣 重情義 手信用 這些都是往往正派人物有的 但現在的很多文藝作品裡面 是將這個混淆了 嗯 一個 十惡不赦的這個 大壞蛋 身上也有某種閃光點 一個看來好像很正派的人 其實很虛偽 在遊戲裡面 更加是將這種角色 完全混淆了 那好像不太好 呃 我沒有辦法評價 好與不好 但在我的角度來看 對小孩的成長 你到底給它一個 是非觀念呢 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其實這些遊戲 即是好還好 如果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是令到這個小孩的成長過程 絕對是一個負面影響 你不覺得我們現代社會 其實對這個 是與非的爭議 比我們成長的年代 是大很多的嗎 複雜了嘛 複雜了嘛 現在 即是好像我們前總統奧巴馬那樣 學校一定要整個 什麼 性別 自己認同的廁所 那這種道德觀念 是對這個社會有很大的衝擊 那現在變成 很多小孩覺得我不是這樣 即是我不是這個 包容性別認同 我反而變成壞人 嗯嗯 其實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 其實我有不同的看法 嗯 但這些這樣的文化因素 這種道德觀念 亦都在我們現在的很多電影 電視 遊戲 這個跟我們日常娛樂有關的作品裏面 是 這個我是比較擔心的 所以父母是一定要很小心地去 即是引導小朋友 無論是看電視也好 無論是玩遊戲也好 我想一定要去教導 或者引導 他應該向正確方向想 那我問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女兒 和她的同學 這一個年齡層的人呢 會看小說的呢 嗯 沒有 哈哈 即是 小說這個娛樂模式 已經是不是已經遠離了 這代年輕人 還是他們以後會回歸呢 都不是的 我想是因為 看那些小朋友自己喜歡看書 嗯 即如果喜歡看書 所以我不是問你的女兒 我是問你的女兒 以及她的同學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人 我想有一些人會喜歡看書的 那他們會不會看傳統的電視 和傳統的電影呢 嗯 那也不知道 即是很少有 是 所以說起娛樂這家事 雖然是 豐富我們的生活 令到我們的精神生活 能夠更加豐富多彩 但是其實都對我們的人生有很大影響 是 那所以娛樂的變化呢 亦都是作為家長 可以注意一下 對你的子女影響的一個角度 畢竟今天是星期六啦 那聽完我們說話呢 應該都是去娛樂一下吧 去看電影吧 不如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在下個月 第一個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啦 拜拜 拜拜